新北市政府将融合英哥优美的陶瓷文化与日常生活美学 在3月30号到4月1号举办2018新北英哥陶瓷嘉年华 让大家体验在地陶瓷文化风貌的同时 也能够走入英哥的生活 英哥地区已至陶文明海内外 摇曳在英哥扎根发展已经超过200年历史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演进 英哥在地产业也开始升级和转型 顺应时代的潮流 这里包括了创作 陶瓷的创作大师 到生产制造 到老街 到衍生出来的当地的观光的旅行 这么丰沛至少400家 至少400家 可是随着时间的经过 我们希望英哥 他作为台湾唯一的陶瓷之乡 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跟蛻变 2018 新北英哥陶瓷嘉年华记者会社 特别邀请知名的陶瓣画老师许丹丽 跟大家分享陶瓣画跟其他画作的差异 以及他的困难之处 大家基本上都没见过这种画 对 因为他一般来讲 我们画画都是画在纸上或者布上面 那它是画在陶瓷板上 陶瓷板呢 它并不是只是画好了 因为你必须是画的是幼药 幼药本身它烧了是会变色的 那陶瓣烧了有可能是会变色 或者会裂掉或者会卷曲的 它有可能会卷掉 而且它会收缩16%左右 它收缩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都要靠技术跟经验去先补给 3月30号到4月1号的2018 新北英哥陶瓷嘉年华 活动包含采接 游行 茶会 园游会 连展等 还能免费参观英哥陶瓷博物馆 享受在地生活美学盛宴 记者方坚凯 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